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原仲庆市委书记孙正,才涉受贿于1.7亿元人民币,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 5月8日对案件一审公开宣判,对孙正才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,包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除媒收购人全部财产,对孙正才受贿所得财物及利息予以追缴。 综合媒体5月8日消息,孙正才在宣判后当庭,表示,自己真诚地认罪、毁罪、接受法院的判决,不上诉。 2017年7月,孙正才被指涉嫌为G被中纪委调查,9月底被开除党籍及公职,其中,中纪委通报对孙正才的调查结果时,直指他LDQUO,毫无理想信念,被弃党的宗旨,丧失政治立场,严重践踏党的政治纪律, 选人用人为亲为利,泄露组织秘密,工作上慵懒无为,生活纪律上腐化堕落,搞全色交易。 RICO曾有消息指,孙正才至少有6名情妇,孙正才2017年7月落马后,大陆财新周刊陆续,披露孙正才的两名情妇,且摩根士丹利员工黄苏芝,北京女商人刘凤舟,49岁的段里红,是第三名被点名涉及孙正才的女商人。 据财新周刊披露,北京女商人刘凤舟,是与孙正才认识最早,关系最长久的情妇,刘凤舟信佛拜佛,曾拿住孙正才的生辰八字为孙请了一套龙袍并送给他。 纽约时报文章称LDQUO,不清楚段伟红与孙正才之间的关系,但公司记录显示,在20-08年的夏季奥运会召开前,段伟红和前夫沈栋经营的一家公司,拿下了北京当时迅速扩张的机场附近的土地。 其实,孙正才一直主政机场所在的县,二口,此前有多家香港媒体报道称,孙正才曾动用10亿元人民币,一元人民币约合0.1528美元,会给勤父扶养私生子。 案发后,导致重庆官场崩溃,有分析指,孙正才可能在LDQUO,全钱色RDQUO,交易中涉案金额巨大所以才被提及。 外界还曾有消息指,孙正才的勤父在香港设有空壳公司,打住LDQUO,一带一路靠名义与重庆合作。 孙将LDQUO,一带一路RDQUO,项目基金转给勤父的公司。 据悉,孙正才的妻子胡颖一直留在北京,没有跟其道重庆。